玉里艺文中心整建完成21号上午举行盛大的开幕典礼 由现场学生为主持仪式 整建后的艺文中心是一座整合了艺文、表演、影视、运动等多功能复合式馆场 让南京的民众可以使用完备 也符合了时代潮流的艺术空间要提升地方的艺文亮能 全白色的大楼柱立在玉里镇上显得格外文清又亮眼 这都是整建后的艺文中心非常袭警 21号上午更是办理玉里镇艺文中心的开幕典礼 华丽县找徐政卫以及文化局长都到场管理 玉里镇公所表示 艺文中心从1998年成立到现在都没有整修过 这次经过一年多的整建之后焕然一行 玉里镇县83年整建到现在 所有的已经达了30年 那所有的内部设备已经非常老旧 我们南区玉里重镇的一些活动 大部分都在我们玉里艺文中心来办 徐政卫亲自颁发感谢状给设计师以及工程团队 感谢团队用心整建 华丽县政府近年支持各乡镇艺文建设的改建 和提神目的是希望艺文团体有更专业的 硬体设备能够演出让南区民众可以有更好的艺术体 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让艺术民选 让大家能够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来欺赏我们的艺文的表演 华丽县政府透过补助玉里镇公所 乡镇统筹馆及文化局协助 争取花东发展基金的支持下 由花莲县文化局代办工程执行 投入计划金5800万元 全面更新内部空间 打造成级艺文表演影视运动等功能的 一体复合式场馆 未来将成为花莲县推动艺文产业发展的重要据点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